桃園也沒有稻田了 然後你們到宜蘭去 台北人就去那邊買了一塊地就蓋了農舍 蓋完以後污水就排到旁邊的農田 旁邊的農田也不能再種了 慢慢就變成房子 所以我們台灣的耕地就一塊一塊破壞 但是一塊一塊破壞還不是重點 所以我們整個灌溉系統 從清朝到日據時代 留下來的灌溉渠道 系統全部都壞掉了 請問你 一壞掉以後 真的出問題我們台灣人要是什麼 我們從來沒有談這個問題 實際上農業會變成21世紀最重要的一個行業 我們小時候政府的工作是什麼 讓民眾餵飽肚子 未來的政府是讓民眾餵飽肚子 但是大家認為農業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科技 所以我們農學院也幫自己把名字給改掉了 我覺得那是一個非常不聰明的妥法 因為Food Security 事實上是我們最嚴峻的討厭 待會再跟各位 然後呢 傳染病 SARS, Avian Flu, Swine Flu 各式各樣的傳染病都有可能發生 最脆弱的地方是東南亞 東南亞 那壞消息是離我們飛船界 坐飛機兩個小時就到中正機場 所以我們現在幾乎 全世界因為全球化 所以我們沒有一個地方可以獨立於其他地方可以爭取 包括金融、包括股票、包括傳染病 所以呢 生物圈的浩絕 一天140種屋種在消失 人類在後面排隊 很快就會排到 這不跟各位談談你們都清楚了 珊瑚礁 因為溫度上升 所以呢 沿海的熱帶雨林 就是珊瑚礁呢 慢慢在消失 所以未來近海 補不到魚了 補不到魚了 那魚是人類蛋白質非常重要的來源 現在我們台灣好了 也許你們比我更清楚 因為你們是學地理的 我們是學水利的 台灣的河川 大概是 其他大陸型河川 波度大概是人家的100倍等 所以從石門水庫呢 放一滴水 六個小時就要從淡水的出海 所以我們水利 我以前在水利出的時候呢 我們洪水預報要做到六個小時前預報 雨還在天上當雷達訊號的時候 我們就要做第一次預報 雨降到地底下 這個水位站 這個雨量站收到的時候呢 我們要做第一次修正 所以我們要做六個小時前預報 這大概是全世界很少一個國家 可以做到這麼精準的預報 但是為什麼 因為我們需要 在大陸不需要 為什麼 大陸一個洪峰半個月 它可以慢慢等 我們必須要在六個小時前預報 所以我們河川跟人家不一樣 但是好消息是我們河也蠻髒的 但是所有的髒水呢 一下子出來去了 所以我們也不覺得說 到底我們有多不好 然後呢 我們北中南東的雨量 降雨結構都不一樣 這個北台灣大概長年有雨 到了南台灣只有颱風氣才會下雨 所以這麼小一個地方 北中南東 我們的這個水的 這個調配的策略完全不一樣 這個是讓我蠻吃驚人 就是說我們認為黃河 是全世界泥沙產量最高的一條 事實上也是事實 黃河呢 泥沙含沙量最高的地方呢 你可以在上面寫字 這個字可以隨著河水飄下去 但是呢 我們的左水溪 我們的高屏溪 單位面積泥沙產量是超過黃河 這個數字其實我也蠻驚訝 怎麼可能我們的左水溪 我們的高屏溪的單位面積泥沙產量 全世界平均增溫0.74度 台灣呢 一百年來的增溫1.3度 嚴格上這還扯不到所謂的全球氣候變遷 這個東西只能叫熱倒效應 我們的二氧化碳把台灣整個罩住了 所以我們溫度是人家的1.3度 未來跟50年比起來 我們就是乾旱的數字 數目會越來越多 乾旱數目會越來越多 所以各位選地理系 算是選對系的 你們都覺得地理很冷 其實地理很重要 我以前在讀大學的時候 考到水利系 我們想說完蛋了 已經沒希望了 沒想到我們水利越來越重要 我們水利工程師的專長是什麼呢 我們解決一個問題製造十個問題 我們永遠解決不了問題 所以我的學生 我們以前我們以前在學蓋霸 現在在學拆霸 現在在學拆霸 才會有機會再跟各位講 要怎麼把霸拆掉 雨量呢 越來越多 但是越來越激重 降雨的天數減少了 這是壞小事 基隆一百年來增加一千兩百毫米的雨量 但是基隆的降雨的天數呢 少了半個月 台北一百年來增加三百公里的雨量 但是台與北的降雨天數少了一個月 所以台北越來越像台中 基隆越來越像台北 所以一年少了一個月的降雨 事實上大家活得很愉快 但是對水利工程來講不是好相似 颱風 從民國四十年的一年三次到現在七次 今年在兩個禮拜前就已經發生第一次台風 過去我在當處長的時候 訊息到十月結束 現在訊息到十一月一號 去年嚴格上來講是一個還不錯的一年 只有一個颱風登陸台灣 但是還是一個中度颱風 就把半個台灣全部泡在水裡面了 去年你們再次有發落去年的新聞 去年的八月七號全台灣鬧漢漲 八月八號半個台灣泡在水裡 所以我們的水利署要be very responsive 我們過去的水利署常常是 北部鬧漢災南部鬧水災 我們同時有兩組人要對付兩個 完全不一樣的crisis 但是全台灣這麼多的水利教授 沒有一個研究漢災 沒有一個研究漢災 這是我最擔心的 水災大家都看得到 大家都會感受到 漢災是讓你慢慢慢慢死掉 因為慢慢慢慢死掉 所以國家不投金費在做漢災 所以自然沒有人研究漢災 我們的學生也是一個迷思 想跟各位一樣 大家都覺得說數學比較有學問 所以我們水利署的老師都在考力學 全部在考偏文文方程 這個漢災是管理 很沒有學問 所以沒有人在做水資源系統分析 所以我們的漢災 未來萬一發生 我們是連最基本的research都沒有 最基本的research都沒有 像我們在找一個水資源的老師 怎麼找找不到 怎麼找都找不到 因為所有人都去學素質模擬 都是學偏文方程學 上面這張圖 這是近20年來的颱風 颱風路徑 你會發現台灣根本閃不過去 台灣根本閃不過去 密密麻麻 台灣根本閃不過去 所以Katrina 事實上全世界都在關注台灣 為什麼 因為台灣是少數碰到極端氣候 正在碰到極端氣候的國家 還有辦法自己救自己的 就很遺憾的是在這個媒體的焦點裡面 我們接到第一棒那一棒跑得很爛 所以全世界都知道 我們現在的世代也不怎麼樣 這是我們現在 我們學水文的同事最大的困擾 莫拉克的降雨 阿里山下了3000毫米的雨量 你們應該知道3000毫米是什麼 中國大陸一年大概下 美國一年下800毫米的雨量 我們三年半的雨量 再三天給人家下完 給我到全世界去營養 他們說你有沒有打錯 是不是多硬 是不是少了一個少數點 說沒有就是這樣子 所以他們認為這是incredible 你們今年訊息也快到了 你們注意日本一定會淹水 下次注意日本淹水的時候 它的降雨量都到300毫米 400毫米 我們是要淹填3000毫米 所以我們的水力工程是做得很好 下3000毫米就不會讓你們淹個三天 有什麼好在那邊大驚小 OK 每2000年發生一次 莫拉克的降雨頻率是2000年 我們現在分析出來大概是2000年 納利的降雨400年發生一次 像神颱風的降雨200年發生一次 這個賀伯颱風的降雨 那時候我們覺得已經不得了的incredible 一天下了1000毫米 結果賀伯跟莫拉克比成小無間大毫米 這個東區全部假如都發生的話 你們去算算看統計率是多少 我們去買樂透一定會中獎 但是我們現在得到的困擾 我們現在最大的困擾是 我們不曉得什麼叫做200年頻率洪水 我們沒有辦法定義200年頻率洪水 200年頻率洪水可能一年發生兩次 可能每一年都要發生一次 但是這裡面很tricky 根據我們的法令 我們要保護大台北地區 against 200-year flood 意思是說我們的堤防 假如我們認證地去研究 什麼叫200年頻率洪水的話 我們台北防洪的堤防高度是不高的